死影杀王处欽杀头在太原的第一场混双比赛就此结束 那也就意味着巴黎奥运会前杀头混双的比赛就画上句号了 其实起初我也挺震惊的 但是回过神来想想啊 这不过就是一场比赛而已对吧 再说一句不太恰当的话 这就是一场表演赛 我自己看钱其实就是这个心态 这是任务的不得不来是吧 所以输赢正常 奥运前被两位国平队友敲了一下警钟 回去好好总结我觉得就行了 没必要输一场是吧就唱摔奥运混双 再说句更不恰当的话 这比赛重视程度能跟奥运会一样吗 是吧 所以放平心态吧 其实第一局打的还不错 不弄自威气势完全压制 本来这是我想好的话术 我本来还要说须飞接不住沙沙的球 更别提使勋瑶接打头的球了 紧接着沙头就框框丢分丢到7比7 打到最后的关键分才决出胜负 沙头赢得了第一局 第二局薛飞世勋瑶还真的体现了一定的实力 给沙头制造了不小的困难 造成沙头失误偏多了点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感觉沙头瞄不准 我记得谁采访说过这话 就说是尽量尽快的去适应场馆 适应球台 适应这个球的弹跳 说明太阳这站的球台 球还有弹跳 都感觉有一些不太适应 那沙头就丢了第二局 第三局还真的把我看傻眼了 沙头落后 追分反超感觉打到第三局 沙头已经小心翼了 不敢去发力了 感觉稍微一使劲 球就失误 从10比10平 11比10落后 又11平 然后11比12落后 随着大头失误 11比13 沙头丢掉了第三局 第四局沙头也是积极去调整嘛 开足了马力 虽然有种 还是那种使不上劲的感觉 但是绝不能再丢第四局了对吧 肉眼可见的沙头还是不太顺手的感觉 好的是沙头抢下了第四局 第五局说实话我看的都绝望了 沙头开局落后那么多暂停也没有了 只能靠两小只去调整了 我所看到的是沙头真的那种大开大合的去打已经完全没有了 都是小心翼翼的去控制球 这种感觉 说实话 就打的挺别扭 就是 就感觉不是很好 最后沙头还是遗憾 2比3 输了比赛 这场比赛呢 石巡尧的拧拉还真的是可圈可点 给沙头制造了很大的困难 那么在看沙头混霜的时候呢 双评也简单看了一下袁立岑和陈兴桐和大胜港队的那混霜 很遗憾和沙头一样也直播了这一轮 同时开打也同时落败 我说几个好玩的评论啊 可能是对这场球的一个比赛的总结 他说 彤彤得一分成这么一分 小圆我看你打了两场球了我的血压是蹭蹭的高啊 不说了 让佛系彤彤都跪下来去救球了 还有人说 这次要碎的不只是志祥喽 还有旁边的配队的彤彤啊 我要是志祥我就写内退申请了 还有一个说 嗯好的呢 玄珍的心又又又又又死了 好了好了 其实他俩没怎么配合是吧 再加上小圆大赛还是需要力量对吧 所以说不要那么过分的去苛责 那临时洞凯曼呢 也是3比1战胜了刘丁硕和王天逸 林高远王一迪也是3比1战胜了新加坡混双组合 最后我要说的是 我就问问哈 去巴西的外席 是不是最后很后悔没报太原战呢 嗯